这次的其中选举 有不少州籍提案 受到全国性的关注 其中包括大麻合法化 以及最低工资等等问题 而这些提案也吸引了 当州选民更关注 今年的其中选举 激烈的选战 明星参选人涌现 哪一党将掌控国会 将在今晚揭晓 然而这一切 仍然难以吸引选民前来投票 今天其中选举 全民投票率可能只有40%左右 为此一些州 决定把具有争议的焦点议题 放进选票中 来提高民众的关注度和投票率 在佛罗里达 一项关于医用大麻的提案 可能会让更多 具有民主党倾向的选民 出门投票 这无疑会对民主党州长 参选人查理克里斯有利 他目前正与现任州长 共和党人瑞克·斯科特 陷入苦战 而阿拉斯加 奥勒冈 以及华府的选民 则将决定是否将 大麻销售合法化 如果提案通过 那么他们就将加入 科罗拉多及华盛顿州的行列 成为大麻合法州 此外 华盛顿州的选民 还要就两项枪支管制提案投票 一项提案要求 扩大购买枪支的背景调查 另一项则认为 背景调查不应比联邦政府的 规定更严格 而就在两周前 这里才发生了校园枪击事件 关于提升最低工资的提案 也出现在了多个州的选票上 虽然这一波由民主党人推动的 提升最低工资行动 目前在国会陷入僵局 但是阿拉斯加 阿肯瑟 内布拉斯加和南达克达 这四个共和党人多数州的选民 可能在今天的七中选举 投票通过提升最低工资